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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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喜歡久不久就會去吃點心 我看到位於荃灣的這間傳記正在做優惠 在下午茶時段2點半至6點 各款點心一律都是12元 是整張點心紙裏面所有點心都真的12元 不過它就沒有寫優惠去到何時 但其實它們本身一直都有做一個36元的點心貓寶 在menu上面紅色字的都可以選擇 都已經挺值得吃的 但現在12元一個就真的值得上加底 36元是可以吃到3個點心 環境我覺得算挺麗麗 又不是很新淨又不是很舊 但當日非常多人 在下午茶時段都有機會要搭檯 好似有小見去吃點心會給茶包沖茶 有得選普利或鐵觀音 桌面還有一壺熱水可以給你泡 我們今次點了5個點心 第一個來的是這個鮮蝦腸 其實本身也貴的30元 它接近做到每一份都是一隻蝦 但有一個它沒有蝦 有一個就是兩隻蝦 總共計有6隻蝦 我們覺得腸粉皮稍微軟 但也不會太厚 吃到蝦的時候有好一點 因為蝦很爽脆 豉油方面也甜甜的 不會過鹹 接著就是鴨鴨燒賣 可以吃到兩款口味的燒賣 每樣割兩粒 我覺得有這樣的組合被選擇很好 燒賣也挺好吃 裡面沒有蝦但有冬菇 也挺舊味 牛肉燒賣對我們來說就是牛肉球的朋友 如果你有喜歡吃燒賣又喜歡牛肉球 可以直接點這個 一個滿足你兩個要求 跟神燈差不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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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會把醬汁放進碗裡給我們點 鳳眼攪的賣相非常美 我也覺得很精緻 裡面包著的蝦膠厚感也挺彈的 它應該都用了多少隻蝦 但整體吃起來我們覺得皮比較厚 不算十分十分推薦 棉花雞好好味 我很喜歡它很入味 而且份量也不少 鞋柳我們來試試 它是一顆鞋柳 流沙奶黃煎堆很香脆 感覺不會太油 裡面的奶黃其實應該算軟心 不是真的很膩 但我覺得如果是直接咬的話 也會冰出來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太好煎堆 但它放了這個口味也挺好吃 但算是比較膩的點心 我很喜歡點心來到的時候很夠熱 還在冒煙 味道、份量方面都很正常 沒有因為12元而變得很細分 而且點心也挺快到齊 兩個人吃了五個點心 埋單都是66元 這個價錢對我們來說 也算是挺沒得輸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 可以在美股班上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還有隔壁的頻道 拜拜 拜拜